歡迎收看今天專題 大師楊宇 我們今天講二八事件的74周年 我們年份不是整數 但是台灣和其他地方都為這件事很厲害 因為今年政治敏感 所以我們也要講兩句 在講一些重口味之前 講一些比較輕口味的東西 講一套戲 《悲情城市》 應該是有關二八最有名的戲 大師有沒有看過 沒有 我聽說很悶 非常悶 非常悶 香港人應該特別關心梁朝偉 大學考驗就整理他 就讀一下他 一整套戲給他講話 基本上是玩他 我看過他那套《獵人娘》 整套戲都講了九句對白 真是天才級的 但非常不好看 我看了的 因為讀書的時候必須要讀 所以就看了一次 長鏡頭搞來搞去 是完全沒有做什麼 但和政治有關 就是因為大家都會覺得 這套戲是開始 講二二八事件 似乎侯孝賢 是一些比較綠 就是平衡進黨的人搞出來 但是完全不是這件事 這個是一些深藍的人搞出來 就開始放風就是想開放了他 而校考驗本身都不是一個民進黨的人 他是一個國民黨 台灣人叫做左統 就是左派 而他支持統一 就是不是國民黨的那種人 而那套戲的一個搞手 是一個在台灣政治作戰學校畢業的人 簡單來說就是一個特工 就是專門搞政治工作 本身這套戲呢 是想著就是扮開放 但是就把大家團結在一起 之類之類的 就是目的是這樣 討論二二百 今年台灣的新聞 就是被他搞事 二百紀念館 就請了一個新的館長 原來是殺人犯來的 台灣都很奇怪 不知道為什麼你這麼多人不選 就是要選這種人 那個人叫做陳成龍 陳成龍 陳成龍 陳成龍是大仙領的朋友 港股策略王好玩 陳成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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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五十年前 就是殺了他的老師 那樣的事情 是坐了八年 但是什麼理由殺他老師 好像當時的政治問題 因為普通殺老師 應該不只坐八年 對 好像有政治理由 被壓迫之類的 有一個理由 對 也很奇怪 後來就找了他做館長 大家都覺得莫名其妙 你這麼多學者 為什麼不選 要選這種人 這個應該很古怪 但是我沒有去查了 主要今天探討 就是二八事件 本身是一件什麼事 而後來為什麼會搞到 現在變成一個 民進黨的必殺技 拿到都可以邊打 我想你要繼續講 現在這個題目你選擇 簡單來說 二八事件本身 就是1947年發生的 當時是什麼環境呢 現在大陸已經打了大半江山下來 準備解放台灣 而在台灣 沒有準備解放台灣 準備解放中國 而國民黨就準備去解放台灣 國民黨已經是台灣 即是說台灣已經收服了 他就準備有意思 如果大家輸了 就把所有東西搬到台灣 因為他打完療審戰後 已經輸了一半 已經輸了一半 所以他已經有一個計劃 去台灣打算 所以一定要對台灣清醒一次 對台灣當地當然是共產黨 那些是中國共產黨的分支 那些不是台灣共產黨 因為台灣共產黨 就是早已被殺了 在日本已經被殺了 基本上 是 而這個二八事件 本身當然就是因為大陸 打了一仗 是說國民黨 他需要在台灣找些資源 他就支持自己 所以當然是家人沒力 就是搞得很亂 那樣 所以就令到當地的民憤很厲害 而這件事就不是本省人 對外省人的矛盾來的 這個是後來民進黨的解讀 主要是共產黨 對國民黨的一個對決 基本上 後來國民黨當然大殺這個共產黨 而共產黨都有上山打又擊的 即是台中打了很久 後來有些人叛變 我們很熟悉的李登輝 就是靠出賣自己的黨友而上位 另一個人叫做蔡孝乾 就是中共在台灣的省委書記 第一把手 後來都叛變了 投降國民黨 後來還做了少將 諸如此類的事 整件事大概是這樣 殺多少人就不探討 即是幾百幾千一萬 這個數不是特別重要 純粹那個事件的特性就是 不是單純一個和平的示威而殺 而是本身你打算作反 他們也是殺了很多 他們也是殺了很多本省人 殺了很多外省人 本省人有殺外省人 外省人也殺本省人 軍事實力比較強 但是從此之後成為了民進黨認為的一個工具 類似一個 如果他以台獨來說 就當作國殤 每一個國家或民族 他企圖去建立 他們都會做一堆神話 做一堆神話出來 假造 即是眾多國家的民族 是不存在的 那你就更加要做一個神話出來 證明你那一件事是證明存在 是凝聚你們的凝聚力 所以中國來說 到現在還在推銷抗疫戰爭 而是美國會推銷一個 叫做導入戰爭 由於台灣人是沒有戰爭的 所以他就推銷過200 正如是滿清時代的時候 他就會推銷七大行 每個他當要站上 法國的時候就會推銷法國大革命 所以大家都會說一些神話 而神話是他凝聚力的一件事 而凝聚力是來自一個仇恨 正如中國的凝聚力 就是對台灣的仇恨 其實他應該來自美國的仇恨 會比較好 但是你一時也沒想到 那個建國神話 台灣比較好 所以整件事其實是 200事件是一個 他們轉型的 即是想搞台獨的一個 因為如果經常都說 台灣的建國神話 他還會被人說 我支持台港 政治不正確 所以唯有將他叫做台獨神話 台獨神話 就是200去做的一件事 他一定要將那件事 以乃灣折曲來講 所以才說 將他裏面 所有的細節都散開 他的細節都散開 即是他把台灣人 殺本產人 殺外省人 那些東西抹掉 將共產黨 related的東西抹掉 所以將整件事變成 他們純粹受迫害 否則整件事就很難看 所以他就是大量散改歷史 應該就是 現在就是問題 所以歷史就必然散改 問題就是必然有散改權 以好像我們這麼清醒的人 當然會知道 但問題大部分都是蠢 所以就要漁民教育 所以現在正如香港的漁民教育 就是一直被黃絲的教師 就是漁民 漁了你很久了 所以搞得這麼蠢 所以現在就要我們再漁裝他一次 就要說 我跟你說真話 你又不行了 負負多症 我唯有再跟你說一堆東西 再洗過你腦 沒辦法 因為你們其實已經被一些謊言 洗了腦 我不是說現在跟你說真話 因為以你們的智力 你們都懂不懂真話 所以唯有像陳近藍那樣 對阿偉笑 可以再點多你一鍋 就是台灣人 你以為你讀很多書 你以為你9.8%大學不如生涯 你是不是一群蠢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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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你讀過大學 讀過大學之後都會亂來的 讀完之後什麼都不懂 即是外文差 二八事件 這件事不是很複雜 簡單來說就是散改了 即是用共產黨的血 去灌抗民進黨的花 當然你的共產黨是沒有辦法的 雖然你威風了那麼久 都是要被雖獲的 都是在某地方被人吃惑 都沒有辦法 你整個中國威風了 台灣都差一點點 正如當年民進黨國民黨霸了手 許信良都還在那裡 不知道什麼區 都還可以在那裡 不知道什麼區 戶如還抗職如 馮檢基 到最後幾年前都還在那個 那間都掛了 他那個九龍西 還有一隻之位 那你沒辦法的 但是毫無疑問 我只是說這件事 其實都是大家都可以大話欺騙你的 因為人民都是愚蠢的 你都是拿愚蠢的 你跟他說真話的話 你跟他說真話 你無所適從 即是這麼說 那些人的愚蠢 就是現在香港 台灣 美國 你必須很簡單的 石堅 關達慶 對黃飛鴻 對 你那天一定要 你跟他說一些比較複雜 比較模糊一點的 他們的智力 沒有辦法控制到 對 大部分人都是屬於這個智力 所以你除了點他 你實際上沒有辦法 我擔心各位 就是因為你 敗不贏 那台灣至少四成是藍 那你是不是又要清洗大林 台灣有沒有四成是藍 沒有懷疑 韓國瑜 很厲害 韓國瑜 很多都是老年人 但是你說真的很年輕 那班 很多對於藍綠都無所謂 即是藍綠都覺得很廢 所以才有一批 輕微白色力量 那些東西 先靈後好 是的 所以最後再說幾句 就是關於台灣的轉型正義 當然這也是一個很麻煩的事情 麻煩的就片多兩句 那你沒有理由 就是 諸形正義 你將受害者去污名化 但是你殺死共產黨來的 那你又不可以將它平反 那如果你加平反 當年的共產黨 那加一共諜 是不是你會把共諜 所以又是一個 足從入屁股的事情 整件事情 但是諸形正義 最重要的是 目修國民黨的黨產 這個最重要的是 做到其他平反 那些就無所謂 真相與和解 就不重要的 所以他也沒有叫真相與和解 委員會 最主席正義委員會 促進鬥爭委員會 問題是 台灣讀過書的人 也有些 問題是 你如何欺騙那班人 你欺騙不到 那你怎麼全部居住 那你那班讀過書的人 就不會有反理 沒錯 很嚴重 所以看台灣政治 就是 你看到就是 你想欺騙人 但是你有言論自由 有很多人 進去美國讀過博士 就在欺騙人 每天都在騙你 那台灣就是 每天都在騙你 搞你搞你搞你 搞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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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那這個都是小弟 最近寫的文 所以看開就 開心分享一下 因為應該不少人 都知道200事件 民進黨是一個 很正確偉大的 但是我覺得不重要的 就是 我們作為香港人 如果你想是 另一個之類外國 那你去台灣看200事件 是應該的 看看會更加了解到 台灣民進黨 是有多厲害 就是如果被民進黨 壟斷了這件事的話語權 是 好 那我們先說了 謝謝你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